我是一隻爬蟲動物 雖然我的樣子不像貓貓狗狗那麼可愛 但其實我都有可愛的一面 和你們相處久了 我都很喜歡黏著人的 我和其他寵物一樣很需要愛 但為何很多香港人都不接納我 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是一個慈善機構 在教育、領養和保育三方面 希望駕強香港人對兩棲和爬蟲類的認識 我想普遍香港人對於這一類的寵物 他們會覺得是冷血 他們可能會覺得沒有思想、沒有感情 不像貓狗一樣比較多親近的交流 以我平時接觸的市民多 比較多接受程度反而是小孩 可能我們大人會覺得蛇很恐怖 或者我們看很多書或電影 他們都會很容易把蛇或爬蟲動物去妖魔化 我們會出一些領養活動 我們通常都會放一些動物在這裡 展示給市民看 試過可能一條蛇 它本身在肛內休息 不動的 有一位女士就離遠走過來 一眼看到一條蛇就已經馬上拉著牠 哇!走啊走啊走啊 就已經走開了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 牠們為什麼會這麼恐懼這一類爬蟲動物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牠們不了解或者不認識 幸好香港人都不是個個這麼抗拒爬蟲動物 但是致養爬蟲動物其實不是想像中這麼簡單的 牠們跟普通寵物一樣 都要有適合的生活環境和食物才會健健康康 你家的居住環境其實就視乎不同的品種都不同 但是普遍上來說有幾樣的要注意 例如牠們的照明、燈光 第二就是牠們的溫度、濕度、通風 牠們的食物 其實最重要都是模仿回自然環境 譬如舉個例子 如果養手蟲和飼養蟋蟲就很不同 手蟲牠們屬於野行性的動物 牠們相對的溫度就不用那麼高 也不需要照太陽燈 如果養一隻龍捏蟲 牠們是日行性的動物 而且很喜歡曝曬的 你的肛裡面就會給太陽燈、紫外肛燈 甚至乎有時你可以下個發熱蛇 蛇有分熱帶的蛇 或者一些高山的蛇 譬如你養一條非洲的球網 牠們就要保暖 能夠提供一個合適的環境 你的爬蟲本身養定了 比起貓狗牠們患上的病 相對地很少 但很多主人可能對養爬蟲不太認識 譬如牠們的溫度不適合 食物不適合 就會衍生很多疾病出來 肛裡面濕度不夠 很容易會令爬蟲 例如蛇會有呼吸度感染 或者有些爬蟲就不能脫皮 它不能脫皮 有時就會引致皮膚病 或者最嚴重的皮膚 繞著手指 整個手指會壞死 余醫生還說 寄生蟲和塞卵塞打 都是很常見的疾病 大部分都是因為環境轉變 又或者是飲食不當引起 加上爬蟲類的疾病 很多都很難發現 往往都要等到情況很嚴重 主人才會帶牠們來看醫生 養爬蟲類的學問其實真的很多 不要因為貪新鮮 人買你又買 最好都是了解一下牠們 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 沒問題是哪